主播会各式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宾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 是我们的庄志辉庄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老师 老师您好 你好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老师来到现场 当然主要是因为老师目前有一档的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的作品目前正在展出 那这个展出的名字也非常的特别 也叫做春风吹柚气 那可不可以跟老师来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取这个这么特别的名字呢 这个名字我们那时候在构思的时候 我认为它蛮贴切我的内心里面 因为我觉得说春天是带来希望 但是在每个春天都有不同的面貌 就像我们人不断地在成长的时候 当然是要经过几个春天嘛 那春天给我的感觉是说在四季里面的起点 它带来一种新兴像种百花期望 所以说我今天回到新竹来展的话 那也代表说好像一种春天的开始 希望说带来一种芬芳给让市民来分享这样 回到原点的感觉 然后生生不喜让大家可以借由看这个展 内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启发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展 我们现在知道的名字叫做春风吹柚气 那老师目前的展呢是目前正在我们美术馆对不对 新竹美术馆 新竹美术馆正在展出 然后是叫做春风吹柚气庄志辉的 传承新传展对不对 那这个展呢我们一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老师很多很精彩的作品 然后有分不同的区块 那老师这一次帮我们的整个展区规划了哪三个不同的主轴 好 这一次我氛围三种那个风格的代表 在一楼展出的话它就比较属于灯的系列 假如说你们从大门进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主展墙充满了那个灯的效果 那作品也是 那这个 现在在这边说比较很难去前视它 我们有想象的 因为老师讲之后我们再去现场看感觉就不一样 那现场的话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跟以往不同 就是说就只有平面画而已 然后画里面还有隐藏这个灯 它的效果是不错的 那我们可以慢慢在一楼品尝这个不同的艺术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到二楼的时候 二楼有两个机会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用废弃的锅子的盖子 盖子 的玻璃还有一些废弃的一个木头 下去做成这个艺术品 是 那其中有一件艺术品叫做宇宙快递 那我自觉说我们这个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很多一些流星啊 感觉好像在每个季节它都会固定来拜访 就像邮差送信有没有 来按美宁这样 那这个它从我们地球滑过去的时候 感觉好像叫我们说你可以抬头看我一下了这样 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对不对 那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那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目前最夯的 比如说一些七块链啊 就是说从那个什么比特币 那个那个把它延伸过一种物质的七块 那开始演变成一种新式的七块 就是说两个七块做一种议题的探讨这样 那虽然说现在我还没有说得到很好的结果 不过透过创作让我不断的去思考 延展整个艺术那种创作的一个表达这样 好所以我这样子听起来 老师的创作风格其实非常的多元化 然后你看一下一开始进去有这个灯光效果的 然后接下来又跟宇宙又跟快递有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又跟这个产业 似乎又有一点做结合 所以你的创作风格很多元很多变 那你这个四十多年来的艺术创作生涯里面 你自己的风格跟你自己的作品的解读 你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四十多年来这样子的历程 创作本身都来讲话是一种回馈 存在的回馈这样 那我是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刚刚从澎湖来到新竹那时候还很年轻 差不多是国中毕业就来 那因为你要工作啊 你要就业啊 那又要创作啊 一天就要忙的 蜡烛多头烧 对 陶南传 但是喔 因为热爱创作嘛 所以说你就会 不计较那些周边杂事 带来的一个压力这样 那我那时候年轻 然后看待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直接 那作品就反而会比较有叛逆的那种效果 那时候创作的形式就是用铅笔 来做一种艺术的表现 那包括这个表现什么呢 就是一些政治的议题啦 社会的议题啦 就比如说 我有一天经过这个北道教堂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那个北道教堂前面 就摆了一个白只乌龟 写放生这样 然后让人家这上面磕名字啊 我内心里面就蛮痛苦的 我说哇 这个怎么可以这么虐待动物这样 那后来回到工作室的时候 我就把它画成一幅作品 叫做 贩卖良心 所以说点点滴滴 我就透过生活的日常 就是我艺术的表现这样 那后来 再演进到这个 用水彩加那个千日笔 速写这样 就是说 每一个时期 都有一个表现 像我这个人的个性 算是比较好奇 跟那个想要去探索这样 很难说固定就是那样做一辈子这样 那这个 退伍回来后就开始从事这个油画创作 然后包括这个油画加木雕啊 就是说多元性复合美才创作这样 然后再近期就开始花一些压克力的一个创作 现在在美术馆展出后有木雕作品 有这个油画作品 有压克力作品这样 还有综合素材 所以说我相信创作是多元的 是好玩的你知道吗 而且又能够落入在松火的情感上 好 真的听完老师讲的话之后 觉得应该要马上到美术馆去看一下老师的作品 不看会后悔 不看会后悔 所以一定要去看 展期到四月份对不对 四月份四月中旬 那邀请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那最后 吉日起到四月 四月二十一 到四月二十一号 好 那大家把时间记下 那最后一个问题要跟老师请教的呢 是您其实在我们的东门市场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展区 也是在为艺术创作来做延续的工作 是我们的城市共创展区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展区 这个就要特别讲一则故事了 因为我当初在 我当初来新竹的时候 因为 因为边工作嘛 那想说找一个地方 好好的学习创作 那就那时候就到东门市场三楼 那到三楼的时候 发现那里有几间法市 那觉得说那种氛围还不错 所以说 那就在那边想说败市协议 那后来觉得说 因为他们那边都是升协班 也不符合我的期待 因为曾经我在国小的时候 老师跟我说 艺术贵在于创造 艺术是世界上的语言 这两句话我就听在心里 放在心里 所以说我就 鼓起勇气 就想要去寻找这个梦 然后来到东门市场的时候 发现说 他们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后来我就在 东门市场附近 有一个工作间 那时候都是铁皮 我就把它打开来 我就住进去了 结果不到两三个月 就有人来说 年轻人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子里面呢 我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我说我也在找你 我想说我可以付你房租这样 然后他就说好 那就一个月五百块 那我就给他之后 这个人从来就没出现了 所以说这个也蛮特别的经历 所以说我就在那边住了 三年的时间 读书 工作 创作 所以说在东门市场打下 很好的基础这样 那这些基础 这些作品 我都把它 这个再退伍下来 就整理好 就做一个申请 在台湾审议美术馆 现在的国美馆 是 然后去申请 哇终于 终于可以到国美馆去各展 是 所以说我那时候人小嘛 就是说 他们觉得说我去那边展 真的是 感觉是很荣幸 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个成就感 对 所以说我 我在东门市场 给我的很大的回馈 所以说我今天 我特别规划一个展 算是一个 回忆当年的一个实境吧 我有把它布置成一个我们可以共同一起画画的 你可以去那边画画 然后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所有市民都可以画 所以这是开放给大家一起来共有的一个地方就对 一个艺术空间 因为去感受一下 当初 哇这个在那边经历很多一些 酸甜苦辣 又把这些严肃投入在绘画上面 这有一点像是你刚刚讲的春风吹又起的那个春 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对 所以老师的这个整个创作的生涯里面有 顾根本 有回顾 然后也有创新 然后还不断的一些生活的养分 融入在里面 那也再次邀请大家 可以利用一点时间 到我们的新竹市立美术馆 来看一看我们老师的非常精彩的展出提供给大家 那今天再次谢谢老师在摆忙当中 特别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播会客室呢 就先到这里告一个登陆 凯布大新竹新闻 我们下次见